今天帶著一個感恩的心 感謝我們財船公司的團隊 認同我們財康科技大學 來跟我們簽署這個特律聯盟 那也很感謝媒體朋友們在百忙中 特地撥空過來參與這個盛會 讓我們這個活動聲色不少 那財康科技大學在21號更名 那自從我們財康集團入主 財康科大了之後 我們就定位為一個企業型的大學 企業型的大學就是培育的人才就是佛企業 所以我們整個在課程規劃 整個在實習方面的這個研領都是佛企業 那本身這個班 感謝臺川跟我們合作這個專班 我們是設定在二專業二專 那這個等我們這個標題就是 共駐就學就業成立聯盟 那因為這些學生在一到五的時候 會到台團去工作 那六日會到學校來上課 整個等於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 可以自力更生 可以不但獲得學士學位 甚至更獲得工作上的 實物的那個經費 等於薪資的收入 不會造成家庭的負擔 同時因為這些學生可以到學校來讀書 可以到業界去服務 同樣的它就不會造成社會的問題 不會提前進入社會去 所以這個對整個這個 台傳公司提供我們學校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是很感謝 因為這個在對我們在招生的 以及學生的培育上 做了很大很大的貢獻 因為我常常以這個 我們那個技職人員自取自居 其實在台灣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技職教育可以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是一個推送 因為整個台灣在以往 技職人才是比較多的 那台灣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所需要的都是技術的人才 所以我們學校定位為企業型大學了之後 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這一次的合作 能夠開啟一個開端 未來能有我們學校會繼續努力 會跟更多的企業進行合作 然後會學校 會學生 找到一個很好的出牌口 讓他們在讀書 就業都能夠堅固 所以 在此 我非常再次感謝我們 台傳公司 以及媒體先見 因為 職業聯盟協議 我們台傳公司 一直以來對這個 專業聯財的 培訓傳承 養成 都不以一利 我想今天 我們這個 跟台剛大學 來攜手合作 我們成立這個特色的課程 讓 以及提供學生 可以到這個公司來實習 這種機會 讓學生 在 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 他可以 學到 更多 實務的經驗 來提供 學生 在就業的時候 他競爭的優勢 我想在這個 我們造船的領域裡面 是非常非常的專業 從 設計 造船到 到建造完成 到這艘船可以在 海上通行無阻去執行任務 它 所涵蓋的範圍 應該是 在基礎 基礎的科目裡面 全部都有 包含這些 這些機電 機械 自動控制 還有電子行李 全部都有 但是呢 我們還有更精進的 有很多是外面 找到的 譬如說當你設計的時候 你在設計一艘船 你的船型 你的馬力 這些部分 怎麼樣來匹配 這些是外面都沒有的 另外在建造過程 你在建造 這個在 在這個船段 建造過程當中 怎麼樣去組裝 怎麼樣去 定這個 這個船的這個中心 這個舵的中心 讓這個油船 在航行的時候 沒有出問題 然後我們整個在 這個測試整個部分 這些 這些在外面都不容易取得的 我們台船公司呢 最近這幾年 也積極的在推動 我們這個轉型 轉型 我們原來只是在造這個 我們只有一項 就是做這個 商船的造修 那目前我們 從這一區塊 轉型了四個區塊 第二個區塊就是 造這個公務船艦 這個公務船艦 當然包含了這個 我們海巡署的巡防艦 還有官務署的巡氣艦 另外就是海軍 就是軍艦 軍艦當然包括 各位知道最近 很夯的這個 海昆號全艦 這是第二個區塊 第三個區塊 我們還 我們還去做了這個 從事這個 離岸 海事電線的工程 我們這個機裝 我們也在製造 然後這個 這個 海上的安裝工程 我們台船 也是在做這個 下面的業務 這方面的業務 那第四個呢 我們就是中有 中有這個 最近它建這個 統潮 這個石化基礎建設 這部分 我們台船 也積極的在施工 這些項目呢 剛剛我從前面提到 講到這些項目 目前都在 執行當中 在執行當中 我希望 我們在今天 這個協議簽過之後呢 這個學生到我們公司來 我們會提供 更多元的 這個學習的資源 我想今天 今天的簽約 我相信只是一個開始 除了學生 到我們公司來實習之外 我希望 我們公司的同仁 也可以到我們這個學校來 這個來進修 另外就是說 以後我們公司 每年都有這個研發 我也希望這個學校 老師跟學生 也可以共同來參與 來創造我們這個 多元的局面 那我們就請兩位長官 正式簽約 正式簽約 再次詢勞 到你 我們最後一曲 後面